现在6000多块钱的4070Ti显卡 竟然被定义成2K卡 3000多块钱的PS5竟然能玩4K 你说欺人不欺人 那什么是2K卡 想当年GTX1066 这是一块非常热门的1080T卡 那个年代2000多块钱的GTX1070显卡 才是2K卡 因为1070显卡 它的显存位宽是256位 1060只有192位 而且显存也有差别 后来RTX2060发布了 这块卡也很热门 虽然它的性能已经超过了1070 但是它仍然被定义成1080P显卡 那个年代3000多的RTX2070或者2080显卡 才是2K卡 因为2070和80 它是256位的显存位宽 而2060只有192bit 另外显存也是有差别的 后来RTX3060来了 现在也很热门 咱们排除挖矿这个因素 但实际上3060它的性能比2060没强多少 但3060仍然是一部分游戏的2K卡 要想通吃2K分辨率 怎么说也得来个4000多块钱的3060Ti或者3070 因为这俩卡都是256位的显存位宽 而3060还是192位 说说说现在虽然RTX4060还没发布 但是6500块钱的4070Ti可发布了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2K卡 它不是4K卡 因为4070Ti它也只有192的位宽 即便是它有280瓦的功耗 但是4K它玩的不是很爽 4K游戏效果是不如3090Ti的 我们再看PS5 PS5的显存位宽是256位 它的整机功耗实际上也就200多点 另外PS5的内存 它是显存内存共享这16个G 而且是DDR6的 现在电脑内存基本上都是DDR4和DDR5 即便是比较好的显卡 才上到DDR6的显存 而PS5的内存和显存都是DDR6的 从这点来看 PS5的规格在两年前也是比较超前的 其实PS5的硬件规格 它是比较均衡的 对于2K60帧的游戏来说够用 好好优化一下2K120帧 4K60帧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PS5的硬件 它是为游戏打造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视频 是因为我最近想换显卡 现在我用的是RTX2060 绝大部分游戏1080P高特效是没问题的 有一部分游戏的2K分辨率也是没问题的 有少一部分游戏的4K分辨率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还是有点不爽 想换一个 最近在研究这些东西 有一点小心得和各位分享